好,那个各位同学午安,那个跟上一次上课一样,我们在课前的时候会有一个练习,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周教过的内容,大概就是Base Plotting System跟GG Part 2的做图方法。 那我一样我也先讲解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课前练习,它每一题,然后你大概要怎么做这样子。 那我们第一题是告诉大家说,练习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档案我们是一个RDS,它是一个R的DataFrame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结构,让大家直接用Read的RDS这样的方选读进来。 那我们今天让大家尝试一个,这个虽然我们在课程里面的那个程式码没有教到,但我们今天让大家,但那个两个Mac的同学有用到了。 那当然我们也一样让其他的同学也练习一下这个方选,它是叫做read.csv这个方选,这个之后如果你们来的资料来源是csv档的话,你们会很常使用这个读这个csv档的函数这样。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程式的话,我请大家就是一样我们复习一下怎么去查询这个read.csv的函数。 那你查询好了之后,知道它argument怎么下了之后呢,那你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子题你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上次让大家绝对路径去指定这个csv档。上次是RDS档的这个路径嘛。 那我们这次让大家练习一下怎么用相对路径去选到这个资料。 所以你的第二步是说什么?你要先把你的工作环境指定到这个C槽底下的这个NU chain RL2。 那这个指定你这个working directory不一定要照着我这个指定。你如果放在哪里,你就要指定你对应的工作环境。 然后但是呢,你要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夹里面,它是把这个csv档放在一个叫data的folder里面。 所以你要再用你这个read.csv的这个括号里面呢,你就要把这个相对的路径填在这个括号里面。 那你其他的argument呢,你就在那个查询read.csv的时候,斟酌要不要放入其他的argument。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你可以run一下summary,run一下summary,对这个读进来的资料集做一下摘要的统计。 那摘要统计看完之后呢,这次我们为了后面的做图方便,不要让大家碰到有这种NA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complete cases这样子的一个函数,先把它去掉。 那这个东西你们不用管,没有关系。 但是就记得,你们在做好读入这个资料的时候,记得要run一下底下的这一段程式。 这样你们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资料集。 它是把年龄是NA的那些资料都已经拿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集。 那第二大题是什么?第二大题开始就都是类似的题目了。 就是我们用base plotting system,针对我们这个资料集里面,你随便挑一个类别型的变数。 大家有记得吗?就是里面有很多个类别型的变数吗?只有一个age,它是连续型的。 那我们任意挑一个,然后来练习画长条图。 那你这个长条图你记得一下,你记得至少要帮我包含它的title。 它的title是什么argument呢?我这边就先不跟大家说。 大家在查询bar plot这个函数的时候就会看到。 然后你至少要帮我包含标题x轴标签跟y轴的标签。 这个部分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大题是什么?第三个大题就是关于age的直方图。 关于age的直方图。 那你至少一样你要帮我包含标题x轴跟y轴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边一样也是先帮我查询一下hist这个函数之后呢。 然后你就用hist这个函数把这个图法画出来。 然后第四个大题是一样类似的。 只是这次我们对age要画的是核须图。 大家有记得核须图你还需要再去assign一个它的类别的函数吗? 所以你就再assign一个类别的函数给它。 但你如果不要的话也可以。 你就光针对age画去也可以。 那但是你要帮我画age的这个核须图。 那一样你要至少要有个标题跟x轴标签跟y标签这样子。 那其实你会了第一个之后后面的应该都是下一样的argument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后面的四个题目它是一样的。 就是你就是一样你就是做跟上面都是一样的事情。 但是你在这边要用ggcraw2这个画图的套件来画画看。 那一样你至少要帮我包含标题跟exo标签跟y标签。 但是它这边的加法大家要想一下。 它是比如说我已经帮你写出了前两个要写什么的加码。 那你可能只要把那个括号里面填东西进去就好。 你们可以参考上课的讲义。 但是你的比如说title要用什么?要用ggtitle嘛。 然后你的exo标签要用什么?要用xlab嘛。 然后y轴标签要用ylab。 去加用加号的方式把它连起来嘛。 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边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以它其实后面的题目也都是一样画幅可以做出来的。 那现在就给大家一点时间练习这样子。 然后然后之后就我们同步一起练习。 然后我们再把答案写好了之后跟大家讲这样子。 然后在讲这个东西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讲一下那个关于中文字形显示的部分。 就是两个使用mac的同学有看到那个社群里面的po文吗? 那就是如果mac同学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讲了。 没有问题。 你有你确定你那个st黑体在你的foambook里面吗? 就是你用spalize就是spalize search先把你的foambook打开。 然后找到你的那个有就是黑体。 因为你看我这边这个family我用的这个叫st黑体。 你要先确定你的电脑里面你的mac里面有这个字体。 有的话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我在我那边测过。 是base plotting system还是GG。 是base plotting system的box plot。 不能用这样子family的方式指定是不是。 OK。 好。 那因为这个我没有测。 我直接用散布图测的。 好。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之后再解。 这个mac的同学应该没有问题。 那你们在这边的课堂上练习。 如果你们要用中文的话就用一样化符合方式去解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开始给大家练习。 好。 那个同学其实练习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做的跟大家做的有没有类似。 那我们从第一题开始看。 那个很抱歉。 那个csd档一开始给大家的它的编码有出错。 那希望大家就是。 呃。 换了之后就是能够再做得顺一点。 那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查询的话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要不就是用问号。 放在前面。 要不就是用help。 然后用小括号。 把你要查询的这个。 盘数名称放在里面。 有两种方式。 那大家都喜欢用问号。 来做查询。 好。 不过如果你喜欢用help也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上一次是用那个绝对路径嘛。 所以我们只要在read的rds 或者在read的.csd的时候 直接把完整的路径指定好。 就答案路径指定好就OK了。 那我们现在想要让大家练习一下相对路径的概念。 所以我们分了两个步骤。 第二步骤叫做我们先指定我们的工作环境到我们的资料夹底下。 然后我们到资料夹底下之后我们再从这个资料夹底下直接去assign它的相对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不用再assignC冒号返协线N2trainRL2这一段路径。 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处在这一个working directory底下。 所以你就是在你的r console里面你也可以随时的查询你的工作环境。 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一个叫做get working directory的function。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你就看一下说我现在在哪里。 然后我的档案相对于这个路径它存放的路径是在哪里。 这是一个相对路径的概念。 刚刚有让大家知道read.csv它的function要怎么用。 那原则上你第一个argument要指定你档案的路径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里用一个相对路径。 然后其实它第二个和第三个argument也是很重要的。 它分别是类似像告诉r说你的sep是什么。sep就是所谓的separator。 也就是说你这个档案,蓝与蓝中间是用什么符号去做分隔的。 那大家知道csv的权名是什么吗? 它其实是叫做comma separated value,就是我用comma来分隔值。 所以这个是csv的意思。 然后你把它read进来之后,我们就read进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然后你就summary它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跟我们之前用的是一样的。 一样我们要处理关于age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上一次是直接把101岁的那笔看起来有点问题的资料, 直接把它排除掉了。 那我们今天就不排除掉101岁的。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它画出来可能会让你的,比如说让你的box plot 或者让你的histogram都有一点走一点样子。 因为你有一个outlier,也有可能是错误输入的资料在那边。 它会让你的图形呈现出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这边用的这个function叫做complete and cases 自己是这一个function。 那这个因为不在我们教学的范围内。 然后大家就直接call这一段。 然后就可以把就是有NA的那些。 它这个function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它帮你把有NA的那些列数identify出来之后呢。 我就用中挂号select的方式把它选出来。 也就是我们只选没有,它一列里面完全没有NA的这一种列数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看一下,你右边这边这两个资料集,它中间相差的列数。 这个obs,它中间相差的列数就是121。 那大家如果还有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教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两个资料集中间的相差是122。 因为我们还多删了一笔121岁的那一笔资料。 那接下来用barplot这个函数可以帮助你画长条图。 那我这边是用womtype1,应该是这个减商1234级这个,来就是练习一下这样子。 那你就,大家要记得在画barplot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第一个参数,记得要帮它做group by这个动作。 也就是,有跟大家上课的时候特别的强调,就是你要先把它table起来。 因为它不知道你要group by,而不知道你要group by 起来。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画的代理图会很奇怪。 所以你group by 起来之后,它先加起来之后再画。 它就会帮你依照每一种减商的类别去算它的人数的总和,商换人数的总和。 那我们就可以画出来。 那后面的话,刚刚有提示,这个没有提示,这个没有提示大家。 这个它是base plotting system,它是直接在我们这个barplot里面直接去下它的argument。 main就是你的图表的标题要下什么。 然后xlab跟ylab就是你的x轴标签跟y轴标签要放什么。 那后面的都是一模一样,后面的都是一模一样这样放。 那你要记得你在指定这个main等于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把你的字串用双引号或者是单引号花起来。 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就像我们在写这种r语的里面, 我们只要是自串的这种答案资料的格式,我们都要用双引号或者是单引号把它矿起来。 这样r才知道它是一个。 因为它这个函数吃也是说,我预设我要吃的是自串,我没有要吃,对。 就是它吃了要吃自串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让它知道这是自串。 那这个bar plot 刚才希望大家都有练习出来。 练习出来,那我们就run一下。 免得像它画出来大概会长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它不是missing,它不是NA,所以没有在我们在用complete case的时候取出来的过程都不用删掉。 它基本上它那一格就是留白。 留白对r语言来说,它也是一种type。 留白对他来说是一种type。 所以它这边它就是让它忠实的呈现出来。 所以你之后在自己在进行资料清理的时候呢, 你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你的数值那边NA去除了之后, 你要不要把连这种类别型变数它是空买的部分,你要不要也要把它去除。 或者是你要把它代换成另外一种。 比如说你要把结代遗失值这种中文字进去什么的。 就是要再做一些清理的动作这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我再跟大家就是多讲一点概念。 就是我们这边,一如我们上课的讲运,我们都是用信号去把我们在这个资料框里面的栏位选出来。 那有从第一个专题听的同学应该就知道我们这个用信号选是特别在资料框里面选栏位的方法。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正规就是用中挂号选的方式来选出这一个栏位。 那这个选法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Either你可以去下这个栏位的名称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去算这个栏位,它在这个资料框是递几栏。 递几栏,然后你用数字的方式去把它选出来。 那我们这边都直接现场都demo一下下,让大家知道要怎么用。 我们刚刚用前字号码,那我们如果用中挂号应该是一个最,怎么讲,就是最general的一种使用方法。 就是不管你是在处理vector,在处理matrix,或者在处理factor, even在data frame上面,你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取出你的资料。 不管你是要取一整列,取一整栏,或者是取到某一个特定的数字, 你都可以用中挂号的方式来取。 那原则上的话,一样我们要遵循的是这样子的一个style, 就是因为在r语言里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m成n的概念。 那既然我们要取的是那一个栏出来,所以我们的rode部分要把它就是留白。 这个,没关系,大家同学如果没有上过专题,这个地方就是先听听就好。 那有上过专题同学呢,我们就复习一下以前的上过的概念。 用这样子的方式,你一样可以把你的栏位选出来, 我们再让它rode,好,我们把它清掉。 清掉上它,再将rode, 一样子的方式和小时来的方式一样。 这个方式和小时来的方式和小时来的方式。 所以我们再让它在上面冻出来, 一样子的方式和小时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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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 那你就看到它是一样的选出来的方式 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说 我们说可以指定它的栏位名称之后 我们也可以算它在这个资料框里面是哪一个地级栏 那我们再把这个图表清掉 再把这个图表清掉 然后我们把我们在做图的这个资料框打开 我们来算一下它是第几个栏位 它是第七个栏位 第七个栏位 这个公文太不外 所以我们回来我们的这边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argument 就是这个是栏的数字 我们可以按7 我们可以按7 按7之后我们一样把这整段 就是程式框起来 然后rock它 它就一样帮我们找到了这一个栏位出来 画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边是算是一个补充 如果你觉得不能抓到这个概念的话 反正我们后面还是都用前照 你就先把前照记起来就好 因为基本上你们在画图的时候 你们在处理的资料格式都是资料框 所以你用前号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边只是多一点补充 告诉大家说你除了用前字号之外 你还可以用另外两种方式来选你的栏位 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改成前号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要画那个脂肪图 画脂肪图 脂肪图的话 就是要用tis的这个函数 那因为怕大家不知道argument怎么想 所以这边再让大家查询了一下 查询了一下之后呢 你就知道就是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你要把你的胆位 就是指定对 就是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再这样画一下 再让一下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 它长得没有很好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101岁的资料在很右边的地方 那还在这边 它让你的这个pistogram 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们其实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有故意把 那一个资料拿掉 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练习 我们想说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拿掉那一笔资料 所以我们在今天 我们就不把它拿掉 然后看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不把所谓的outlier 或者是可能的数字拿掉的话 你的图形大概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情况 这样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脂肪图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原则上 其实Base quality distance 它都有一个它自己 惯用的argument下方 然后你一个掌握住了之后 你其他的会很快的可以 就是一样化服务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就是在第一个 这边的时候就要把你的资料 subset出来 就是你直接在 第一个argument里面 直接把它 select出来 应该是说它没有 后面没有argument是 让你再去把资料做 subset的动作 所以你 比如说你在这边 你可以 用中挂号的方式去把你要的 列数 抓出来 所以你要在这边的下法 可能是这样子 就是你的 你的栏位是 已经固定了 但是你要把你要的 列数在这边就是做那个 选择 不对 其实你应该不用再用这个 不用了 你就用中挂号的方式在里面下 你要的条件 或什么的 直接在这边做subset的动作 就可以了 对 但是这个是你要知道 subset 就是你要用得够手 但通常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把你的资料整好了之后 然后这边就直接丢进 你要画图的那个资料就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画那个 boxplot boxplot 我在画的时候我也有发现 就是如果我不去 呃 不去 摆一个 类别形变数让它展开的话 我一点不知道它那个 xlabel name跟 ylabel name要下什么 就是 但是 你在练习的时候原则上你 呃 有没有照一个 找一个类别变数把它拆开 我觉得还好 没有很重要 那原则上你不拆的话 画出来大概 大概是讲这样 但是你要加上就是那个 标题这样 那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个 101岁在上面 所以它那个其他的资料在下面 所以它就会看起来这样 一点点的 然后它有一个 像是哪里有一个点在上面 这样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因为我 反正我都用 Win Type 1 减商一二三级的那个 蓝文章的话 那我那边也是照那一个 在做 那这个一样也是因为 那个101岁的那个 资料点 它是落在减商一级的 所以你看它就是 它会长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有时候你会这样看 觉得好像差不多 但事实上 其实这一只资料 可以呈现出来的 分布其实是都差不多的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 都是年轻人 这样子 没有特别是说 在哪一个 类别上有特别的 不一样 除了我们上次有说 就是 它送新北市 桃园 还有 台北市的医院 明显多之外 除了这个 有特别的 倾向转 其他的部分 其实是 差不多的 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那个 Bass part in system的练习 就已经让大家练习完了 刚刚那一段的收音 可能不会太好 因为 我忘了把耳机放上来 就开始讲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入第二套 就是跟其实跟刚刚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画的工具 不一样 我们从 铅笔换成 水彩笔 或者换成 糟糕 美术不好 不知道还有什么 画画的笔 对 但是在这边呢 就是 因为我知道 你们的系统都还原过了 所以你要再帮我 install packages 你要帮我装一下 GG part 2 装好之后 你要帮我 把 GG part 2 读进来 所以这两行的 答案大概就是 我们一直在练习的 install.packages 跟library 这两个 指令 这两个指令 可以帮助大家把 套件 安装好之后 然后做载入的动作 好 那 我们GG part 2 它的结构跟那个 Bass part in system 不太一样 Bass part in system 基本上它是在一个 函数里面 让你把所有的 argument都下完嘛 对不对 但是 GG part 2 它的概念就是说 它是 段落是段落是拆开 比如说 它第一段 GG part 这样子里面 它是你是要告诉它说 你的资料集是什么 你的资料框是什么 然后 你要 投进去的 那个栏位是什么 然后 第二个 第二段是说 把画布做好了 我画布 已经开好了之后 我要丢一个什么样的图形进去 这样子 所以我 第一个练习 我要丢的是这个 bar这个图 所以我就是在 gom底线后面 换这个字 那基本上我只是要这个图 我里面就不指定它 任何的参数 那在这里的 title 是用 ggtitle 这个 方选在呼叫 所以一样你看在后面 加 ggtitle 然后 加xlab 加ylab 这样子 它的 做法有点像是这样 所以其实它是有点像是说 我先把一个空白的画布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 我把图形放上去之后 然后再把标题跟 标签什么的再放上去 这样子 所以这是 做法上面有点跟 basedmine system不太一样 但是 熟悉了之后就大概知道它是这样子的下法 你就run它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跟 我们刚画 那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部分 只是说让大家 练习用两种 做图的工具画一样的东西 画一样的东西 那后面这边也是一样 你看在 age这个部分 我们只是把这个栏位指定的部分改成age 然后但是我们调整 调整我们这个图形的元素 底线后面我们换成了这个histogram 换成了histogram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说我后面一直在 就是复制帖上 那你这样 run了之后也是一样 那这个 message是什么 我们上一次画的时候也一直有出现这个message 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message就是告诉你说 它预设的这个bin 这个bin都是给你 bins等于30这个预设值 然后他说你如果希望调整它的话 你自己要去下bin with等于多少这个 指令去把它调整 那原则上我们就不调了 然后那因为你也知道就是 就一样嘛 我们有一笔101的数字 所以它看起来会长这样子 那后面这边其实就是也是一样的 就是画这个box法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就是 如果你没有去抓一个 X轴的变数去让它groupby的话 这边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要让它 X是等于1 因为你不能指定 X不指定东西 它会跳 喷错误出来 它会喷错误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跟刚一样的第一张图 然后跟刚刚一样的第二张图 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 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这样子 练习一下这两种工具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现在存一个档 然后我把这个附有答案的这个 这个quiz 再上传一次 然后大家就是等下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看一下 你刚刚如果有没有做出来的部分的话 你就在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你回家之后慢慢再看就可以 原来我完全没有更改到它 我还以为我有改到它 好 那我们就继续 我们上一次教到的段落 原则上 我们今天可能要 加快一下我们的速度了 因为 我们还有一些 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 原则上 我们今天这边的那个 课堂上的练习会 稍微再减少量 我们就不让大家 我们之前都会让大家 讲解一两个之后要一样画幅如一个嘛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有一点赶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 快一点 去做后面的内容 这样 我记得 我们上一次上到的内容 其实因为 我有这样子的concent 就是 因为我们还有后面蛮多的课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从 我们的那个延伸的部分开始讲了 就是跟 Base Plotting System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再带了 原则上 原则上 我们直接从 调整图形的重要参数这边开始下 这边开始下 因为前面就是我们 那个在Base Plotting System的时候 其实几乎都讲过了 然后刚刚练习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做过这些东西的练习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边 去在一些很小的argument上面打转 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后面的内容 我们就是可以讲快一点这样子 那这边是这样子的 这边就是有教大家说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图上面去做文字注句 主要是你后面要再继续加你的function进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annotate这一个function让你加 但是在加之前 我得要先把这个Line Graph Data读进来 我们的Line Graph Data 就是之前上一次我跟大家说 之前在那个 在PTT上面很有名的关于 三任总统的 那个就任的在任的期间 他的那个 实质薪资的变化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边就是 把这个资料集先建出来 所以请大家就是跟我一起做 就是你要把资料集 这个Line Graph Data 先把它建出来才行 哎呦 这有时候没有很好选 好,等一下你要稍微往上一点 你要稍微往上一点 就是我们的year 就是我们的year跟我们的salary real 是在122行跟123行这边 我们的year跟salary real在这边 就是要先把这 就是每一年年份跟每一年的 实质薪资的这两个项量先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你在这边我们有一个 是他第几任的任期 跟他的 名称 就是任职总统的名称 这样子我们的Line Graph Data就建出来了 大家有稍微跟上吗 你要先把122列跟123列 这两个项量year跟salary real 先读进你的工作环境 然后你要在131啊 132这边要把32还有133列 行 行这边后 你要把你的Line Graph Data做出来 才能画好这边的图 那我们直接就从annotate这边开始做 从annotate这边开始做 这边是用year在画的 不是用nc 这边是用nc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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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21 120 是把122 123 124这边框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annotate资料是直接用year在做的不是用nc year在画的 我把我的Line Graph Data打开给大家看 我们主要是用这两列资料画的 我们主要是用这两列资料画 所以你要把我的Line Graph Data用这两 蓝才对 这边的话 你看一下他画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result 这边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x跟y的轴啊 基本上就是你在图上这个x跟y的数字的轴 你看我在这个annotate是这样子的 我告诉你说我要放什么样的字进去 然后我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看我直接让他放1998跟4400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x轴跟y轴下的那个变数的位置 他大概就会帮你放在差不多的地方 你想要放什么字 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方式做指定 这个x是告诉他说你要放文字 然后x跟y就是你在这个图上面的位置是哪里 就是直接用你的那个x轴的直跟y轴的直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边x轴下的跟y轴下的 大概就是x轴是用黏去下 然后y轴就是用那个星姿的那个数字在下 所以他大概的位置出现在哪里 你要用try and error的方式去把这个图画 这个些点就是你要放字的地方把它标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annotate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你在图上做文字助记的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画一下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 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是关于翻转坐标轴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box plot基本上我们是画 就大家有记得吗 我们在base plotting system里面教那个box plot 所以我们有教到一个参数叫做horizontal等于true 或者是false的这个argument 他就是告诉你说我的box plot我要把我的类别型放在x轴呢 还是我可以想把它放到y轴上面 有这样子的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 基本上在gcplot2里面的话你要用一个就是 coordinate flip这样子的一个function把它加入进去 它是可以帮你翻转的 其实你可以先框前面了 框前面的话应该就是 我们原始 也不是原始啦 就是 它预设的这个layout嘛 它就是会把你的类别变数先放在下面这样子 那你如果要把它转过来就是你想让它horizontal等于true的话 在gcplot2里面你要用coordinate 底线flip这个函数下去做 那你可以就是看就是它就是只是这样子的功能就跟我们在 费线flip系统里面就刚刚有跟大家提醒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所以原则上就不出我给大家就是灌输的观念啦 原则上就是 你用左手还是去右手打这个乒乓球或者打这个篮球 你打的都是篮球你打的都是乒乓球 只是你用哪一只手去做而已 就跟刚刚说 你都在画画 你都在画画 你用什么样的计法去画而已 那或者是说我们在这边就是 一样我们有 大家有记得我们在那个baseline system里面 一样你在那个函数里面可以加argument是xlimit跟ylimit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一样它是有这个 也是叫xlimit跟ylimit 只是它是用一样 就是它都是用加号去带这些不同的函数进来 当作是它的新的设定 它就基本上 大家要注意一下我在这边的用词 就是我没有再说这些东西是argument的原因 是argument有点像是说 我放在函数里面的这些input的这些参数 我叫它叫做argument 但因为在ggplot2里面 这些所谓在baseline system里面的这些argument 基本上基本上都被已经拆成 拆成function的方式在做了 都拆成function的方式在做 这边的话我跟大家就是 呃在在清晰一点 在这一段程式里面好了 比如说好了 比如说这一段程式里面好了 这个这个资料集这个叫做argument 这个aes x等于county y等于ag 这个也叫argument 但是但是什么 比如说这一个就不是argument了 虽然说这个东西在 这样举的例子可能 就虽然说这个东西在baseline system里面 它可能也是属于一个argument 不要不要我们用另外一个案例好了 这个不好 就比如说这一个好了 它就是它已经不是argument 它是一个function嘛 因为它自己的argument是这个input 是这个自传这个这个就是它的argument 但是你大家有记得吗 我们在baseline system里面 main跟ylimit 它都是我们那一个画图的 参数里面的一个参数在做指定 所以基本上在这两种绘图的套件里面 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gpl2里面把很多的argument独立拉出来 变成了function 然后用加号的方式在这个画布上面做画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在课堂上面一直不知道 我讲argument跟讲function是什么的话 我在这边再跟大家澄清 就是希望帮大家釐清这个概念 那因为你知道嘛 我们的那个edge是不是有一个outlier 那如果我们指定了比如说ylimit之后呢 就我们可以把那个outlier就是显示不要太 就是不要出来这样子 所以你看它 因为我们调了这个y轴的 的那个起点跟终点 我们只让它抓0到50而已 所以它看起来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跟同学刚刚的上课问的问题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这个地方等于说我们只是在画布上面做手脚 基本上你的资料集还是有那个点存在 基本上我们只是用一个类似像缩放的方式 我们不要去看那边而已 但是如果你就是你有一些偏执或执着的话 基本上你应该是要把不应该存在的资料拿掉 而不是去调它最后的样式 对不对 就是我相信在座各位大家应该 就是对于自己的工作要求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所以你们应该就是不是 这里这个方法不是要教大家说 我怎么样让那个不是 就是你 这只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 你可以去下这样子的函数去帮助你那个而已 那GG Title设定标题 我们这边就不demo了 刚刚让大家就是try了非常多次 你要用GG Title设定 我们这边就不要再教这个GG Title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资料集 它预设都会帮你把就是 图的X轴的隔线跟Y轴的隔线就是画出来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丑 所以一样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方选镜 这边可以帮助你就是做调整 那基本上隐藏隔线的话 你要使用 你要下类似这样子的函数的内容 比如说 你要下在Thin这个函数里 你要下这个Grid Major等于什么 然后 这个Major是主的那个 主的那个隔线 然后还有Miner就是所谓的副隔线 如果你在Excel里面你也会知道有这两个 就不一样的差距嘛 就是它Miner的东西它是切的比较细的隔线 那Major的隔线它是比较粗的那个隔线 所以你可以detail到就是这两个 基本上它就是跟你说我主隔线跟Miner副隔线 我都要让它blank 都要让它blank 这样子所以就是隐藏全部 那或者是我在Miner后面点 再加一个X是隐藏 看是隐藏X的隔线还是Y的隔线 有一些这样子很细微的设定 很细微的设定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一样我们画一个 就跟刚刚这个图一样的这个图 只是我们这次那个101的会跑出来 那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们这边是告诉你说 我们把所有的X隔线跟所有的Y隔线都拿掉 因为你看我们这边后面没有再去加点X或点Y了 所以我们是把所有的隔线都拿掉 那看一下它呈现出来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它这个图上面就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白色的X轴跟Y轴的隔线 那它比较麻烦 但是它比较麻烦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要Major指定一次 然后Miner又要指定一次 但是这个麻烦其实是在于说 它要保持一点更大的弹性 就是所以它才分了Major跟Miner 所以因为有的人他只是想让隔线不要那么密集 他不想要把全部的隔线拿掉 所以他如果做一个Function是把所有 应该也不是Function 他这边是Argument 他如果做一个Argument 是让你把所有的隔线拿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去分 去分主隔线跟副隔线拿掉的这种方法 所以基本上它是尽量宁愿让你多下一点东西 但是它要保留最大的做图弹性给你 保持最大做图弹性给你 然后是接下来的话 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更改我们这个GG Plot的这个背景颜色 它预设的话都是这个灰底 然后有的人看Base Plot Instinct 看习惯不喜欢这个 那你可以把它调成白底怎么调 这边就是用一个Thin底线这个BW 那应该是Background White之类的 这样的方式 或者像Gray这样子 这个我没有确认过啦 BW是不是Background White 我没有确认过 那我们一样我们再画一次一样的这个Box Plot图 我们一样画这个Box Plot图 好 有没有这样看起来这个图就跟Base Plot Instinct 是越来越像的 因为基本上我们看这两种套件画出来的图 我们最快看到的都是它的那个画布的底色布一样 我们就会知道说这是用GGP图画的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很姬婆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去改了这些设定 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 对 不过一如我在上完Base Plot Instinct之后跟大家说的啦 就是原则上如果你的主管或者是要看这个图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偏执的话 你就都用预设吧 不要把你的时间就是放在就是调这种很之为末节的这种设定上面 这种之为末节的设定上面 你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上面这样子很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啦 对所以我自己通常都喜欢用预设就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接下来这个部分的话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图例移除掉的方式 就是图例在Base Plot Instinct里面大家记得它是Legend 在这里的话它又换了它这边用一个叫盖子的这个函数 所以就是很detail很detail 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不要钻进这些东西里面去弄 除非你是专业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除非你一天上班七八个小时都在用去画图 那你可能这些东西你可以钻进去 没关系那就是你吃饭工具 但是如果你大部分时间是在清理资料然后做modeling 然后少部分时间在做图的话 你就这些东西你就是看过去有个印象就好了 就知道它有这些很细微的设定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随便画一个图 它是这样子的 它用它在那个AES里面加了一个argument 叫做feo等于这一个的这个argument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跟你说我在着这个boxplus色 feo就是填满填色的意思 我要摆不同的county让它显示颜色 那你下了这一个参数之后 基本上它就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个图例叫出来 放在旁边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个图例的位置也是可以改的 就是参数是真的是相当的多 好 那你如果不要它有图例呢 你就给它加一个 就我们刚刚有说嘛 就是feo等于false的这个argument 那我们再run一次 就会看到它的图例就没有了 对就是这样子 对刚才说就是 你甚至也可以去指定你的图例的位置 我们接下来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有一个legium position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可以去指定你的图例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是说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大家刚记得预设它是帮你放在右边嘛 right 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看看 就是 就是像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faces的部分是说 因为大家可能 有的时候啦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拆一个x轴跟拆一个y轴还不够 他还想要 依照这个x跟y 再去找另外一个变数进来去拆分这一个图形 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到 faceit.grid这种方式去做这种交叉的图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这个东西在专业的那种BI tool上面 他们喜欢叫它叫做什么 斜格文蓝斜格文列 大家有听过吗 就是蓝跟列应该是你放 x轴变数跟y变数的地方 但是它为了区隔说 你想不想要针对你的蓝位 就是想不想针对你的蓝 再多用一个变数去把它拆出来呢 所以这个就叫做斜格文蓝 那相对嘛 有蓝就一定有列 那你想不想针对你列的变数 就是用列的方向去再把它拆开来呢 这个东西这样讲大家可能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所以那我们这边就用一个范例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原来上这个图是这样子 我们画那个bar plot 那我们刚刚画bar plot 我们是不是都只用两个变数下去 也不是说两个变数 我们就用一个变数下去画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用 比如说我们想要看每一种不同 以我们例子来说 我们就是我们想看每一种减伤底下的人的病患 他的年龄的这个 不是年龄 他这个性别的这个人数的比例 有没有不一样 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做这样 因为我们刚刚是整包人一起看嘛 整包人一起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拆分成一减伤类别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下的是这个一兆 你可以翻一兆 或者是摆某一个变数这样子 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拆你的这个男女人数的这个bar plot 那这个在我刚刚的说法里面 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斜格文栏 就这个翻译可能很奇怪 但是 没关系大家听听就好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把它记载 这个就叫什么 叫做斜格文栏 就你看我用栏的方向去帮你把 这一个图再做更细致的分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这个图就多了一个资讯嘛 我们就多拆别了 你看我们的那个 这个title我们就讲什么 性别医医疗减伤 所以就是摆不同的医疗减伤 去看他性别有没有很显速的差距这样子 那刚刚我说过嘛 我们有斜格文栏 我们也有斜格文列 所以我下一个的话就是你在 FaceGrid的这个盘数里面 给你把这两个的顺序导过来 他就是用斜格文栏跟用斜格文列的方式去帮你把你的这个简声拆开来 他就是只是他摆的方向不一样而已 方向不一样而已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难看的啦 因为你看把那个字都打横了 我刚刚那样应该是比较好看 那我们同样 我们同样 我们这样子可以下的变数 其实在FaceGrid里面其实是两个嘛 大家有发现在那个Chilt的两边 他其实是有两个位置可以放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就是斜格文栏跟斜格文列 我们分别assign了就是减伤跟救护减伤这样 就是更复杂了更复杂的一个图 所以他画出来的话大概会呈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有的人他看这些东西 他会喜欢去从好多个 同时在看一个资讯的时候 他会希望在细分不同的资讯下去看 就是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有没有显著的差异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希望你做出这样子的图 那基本上这个已经比较advanced了 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知道说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后面这边的话是告诉你说 我们用color跟fill的话是去把颜色做一个指定的 就是指定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用的是我们那个 大家有记得吗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有用一个 就是上次有跟他说就是 相关不等于因果的那个资料 资料来做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要再回去读一下 再回去读一下我们那个 画那个 就是 这个图形的这个 的资料 然后到上面这边来把这个读一下 这边大家可以不用再跟着操作了 没有关系 这边就听我讲就好了 这边就听我讲就好 因为这个讲义其实原本规划的方式是 你从上面一直往下run 一直往下面run就好 但是因为我们中间刚好有一堂 阶段的课 所以我们这些资料集都不在我们的这个 working environment 里面 所以都要再回来这边找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资料比较陌生的话 也许就会找不太到 所以基本上这边让我来找就好了 这边让我来找就好 因为我知道它在哪里 而且基本上接下来的东西很简单 它就是 一些 比如说你在 你的 大家刚刚有没有记得在我们的那个 第二个函数里面 point 或者是bar bar 或者是histogram 里面几乎是控 都是空白的 原则上 因为我们都让它用预设嘛 那这也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 color 这个 这个 这个argument去指定这个点点的颜色 所以它 size也可以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画出 这个 其实它 预设应该是黑点吧 黑点 实心黑点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 预设应该是实心黑点 然后你的base pline system 预设是 空心的黑点 就是有 有外面那个黑的 里面没有feel 基本上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去指定它的颜色 那这个东西它 我这边就不要再 不要再demo了 就是 它基本上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histogram 里面的那个feel feel是指那个 还是demo一下好了 就是大家看了 看了会比较有sense 有感觉 大家有记得我们那个 gplot预设 它那个整个那个 histogram 它是应该是灰 黑色吧 黑色就是 不管是外框 还是里面的填满都是灰色 那现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把它的填满指定成红色 然后把外框指定成黑色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形 那你看它是不是就 只是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些这种参数 这边大家可以 不用太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 去了解这些东西 接下来的话 这边是说这个函数图 刚好就是那个 有同学有在问就是 关于怎么画这个 CDF跟PDF的这个distribution 然后刚好我也在网络上有找到方法 有找到方法 那也分享在社群里面 那原本上 基本上跟这边用的方法也是 不太一样啦 这边是用state function 它那边不是 那 这边因为画这个函数的图形 它比较 进阶一点 这边我就 不 不讲了 不讲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 解释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就 后面的东西就是 大家看我demo 就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说 大家可能会想说 based plotting system 做得到的事情 GGplot2好像 就是做一样的事情 照我们刚刚这样讲法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 GGplot2还可以画一些额外的图啦 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跳过的这个station 它是画函数的这个station 那接下来的话有一个 总心式的图形 它叫做热图 tmap的这种图形 它也是在based plotting system 基本上是不支援的 基本上是不支援的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GGplot2里面 它是可以画的 它画出来的话有点像这样 我们有一个资料集 它是美国总统的那个民调的一个rating 它其实也放在我们的这个 data的这个folder底下 它叫做president rating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年跟百季啦 百每一年的每一季 所以一年有四个rating这样子 去这样子下的一个资料集这样子 那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像热图这样子的一个 图形去做一个visualiz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横轴是黏 然后你的Y轴是这个quarter 然后你里面放它的那个rating的这个高低 你越rating越高的颜色越浅 这是它预设的颜色 那rating越低的就越 越深这样子 这是它预设的黏着 所以你如果在做视觉画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看出来 就是哪一个季的rating特别低嘛 你就看那些很深的就好了 你就看那些很深的就好了 那我们以前在帮客户做专案的时候 也有用过这个热图 那个时候是帮客户去做一个类似像是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零售的业者 这样他想要知道他的零售店里面 什么样的时间点 他的顾客的消费金额跟消费的物品的总量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就帮他画了一个 比如说我们帮他把一整年 然后一整年的资料都倒进来 然后我们帮他分每一天从零时到二十四时 因为他营业的时间很长 零时到二十四时 那他在每一个时间点跟每一个周一到周日的时间 我们去帮他做这个热图的视觉化呈现 所以可以让他很精确的知道 他的哪一个时间点的销量 也就是来电的人数是最多的 所以他可以去追踪他的一些行销的策略 所以他说奇怪我做了这一档行销活动 那我就是要让这个时段来的人特别多啊 那他有没有真的有 真的有多出来 有没有真的发红这样子 那他冷的地方他是色绿的 有没有真的有热图的效果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他也很想要知道他 他这个热图啊 他拆成好几种他的客户等级 他想要看他如果想要在哪一些时间去对他的 某一个特定的客户去做行销的approach的时候呢 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去做这个活动 所以他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运用 那这边是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补充说他可以做什么 然后底下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样去再去对这一个热图做一些更detail的设定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自己runrun看 那我这边就不用再run了这样子 那我们另外还有一种图 他叫做马赛克图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刚刚主要在visualize这个类别化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那个bar plot 那或者是之前有叫大家不要用的那个py chart 叫大家不要用的py chart 类别化这种识别类别型的变数 那如果你有两个类别型变数 想要同时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近期也蛮流行一个叫mosaic plot 这样子的一个visualization 但是他不是包在我们这个ggpl2里面的 然后另外library一个package叫做vcd 这vcd我们大家有记得我们在教那个 就是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教大家说 你怎么样看你的那个package 现在的package有哪些 然后那时候是不是就用了vcd来做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把它装进去之后呢 你再search一次 诶 还是没有 但是你library之后 vcd就跑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得 那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有点像是这样子 它是说 它同时把 它资料级里面是这样子 就是它是好多人 但是它有他们的头发颜色 眼睛的颜色跟它的性别 它有这些维度 所以你看它就是把三个类别型变数的组成比例 它同时放在同一个那个图上面去做呈现这样子 所以像bar plot里面我们顶多就是用到一个类别吧 然后我们可能用face的方式或者用堆叠的方式再把它拆开来 那同样你也可以考虑就是使用不同的呈现方式 这个算是比较新的东西 就是在这边的话就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在45分的时候回来上课 我们接下来就上第三个章节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画这个地图的这个教学的部分把它上完 帮助工程师在写很长的程式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把A函数的output 再丢到B函数去当做input 然后再把这个output 这一步 我们下一个好看 我们下一个好看 啊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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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写成很长的程式 我们等一下有个小小的范例 就是assign的次数太多了 所以我们产生了一种叫做type 这样子的运算的符号 来帮助大家再把input丢到函数里面去 所以同样是刚刚这个函数 我可以下成什么 我可以把input写在外面 然后写成这样子 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写 这样子的方式 它也可以帮你产生出这样子的output 它的差别是在于什么呢 如果你后面还要去运用这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这个结果很难去运用 但是假设你有比如说 你先加法加完了之后你要去成法 然后成法完之后你要再去除法 然后除完了之后你要再去什么的 假设你要做的事情有这么多种的话 你就在后面用type的方式 就一直把它连下去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很顺畅的把 第一个input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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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它每一个阶段run一个函数之后 都会有一个output 当做下一个函数的input 继续在这一段程式里面这样子做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写完 以一个范例来讲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leaf layer这一个架构里面 它其实跟那个 GGplotu有一点点像 但是有一点点像 但是它不能用加法 它不能用加法 它要一直用函数去include原本的这个输出的物件 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这个leaf layer这一个 这个函数是告诉 R说我要开一个leaf layer这样子的画布出来 它会接收到说我要开一个地图的画布出来 所以你如果啊 你如果帮我只框前面这一段 你不要 要框到双引号 不是不是 这个夸号 你如果只帮我这样子的话 你帮我按run之后呢 然后你帮我叫hello map 基本上你会看到一个空的画布 你看它是一个空的地图画布 然后你看它左上角已经给你room in跟room out的这个按钮了 然后右下角也告诉你说 我这是一个leaf layer这个画布 这个东西跟刚刚我们下那个gplot 然后里面没有放东西很像 就告诉他说我要开始画gplot了 这样子有点像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画布 这个画布当做input 当做input丢到下一个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叫做什么 这个函数叫做add tiles add tiles是什么 add tiles是 tiles是图层的意思 就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告诉大家说 图层长什么样子 图层就是有点像是说我把地图画上去了 只是说我有不一样的地图的图层 比如说我有正规的 就预设的 就是规规矩矩的 那我有那种就是 类似像铅笔素描的碳粉画出来的地图 这就是另外一种图层 那或者是说我有那种 把那个自行车车道特别标出来的那种地图层 那也是一种图层 这边的意思是说我要把预设的图层放进来 那你再框到这一段 你就整体都把它框起来 那你再run一次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帮我叫hello map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它出现不太一样的样子 有没有 这个就叫做tile add tiles 这个其实就叫tile add是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图层 它就帮你把预设的这个图层放上来了 预设的图层放上来了 你可以看右下角 右下角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只有一个leaflet 它是告诉你说我这个画布是leaflet的这个物件 这样子 这个add open stream map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图层是open stream map 这一个organization 这个组织它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预设用的图层都是open stream map 这一个组织做出来的 所以你点这个 其实你会连到open stream map的网站 会连到它的网站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个图 这样子 好 那你再把它关掉 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一个动作叫做add markers markers是什么 markers就是那个标记 你们在玩google map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都会 你们点上去之后 是不是它都会帮你标那个标记出来 就是一个 糟糕我不知道 我不会形容 有点像水滴一样的那一个 那个就叫做marker 好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marker给的是这样子 我们要给一个 金度 然后要给一个纬度 好 那我们现在给的这个金纬度是 台湾大学的 金纬度 好 那你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整段帮我全部放上来 然后因为你要告诉它说 我这个marker要点在哪 对不对 就是那你帮我把这整段 就是都run起来之后呢 然后 哦 这边又写好了 你就在这边再run一次 就是 再把hello map就是 叫出来 哦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就是 嗯 它 就是会呈现出类似像这样子的 的效果出来 它会呈现像这样的效果出来 然后我们在 addmarker时的第三个 argument是不是叫做 啪啪 好 那个就是指说你 点到这个marker的时候 会跳出什么 讯息 会跳出什么讯息 好 这个就是个marker 好 那基本上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 呃 画出你的地图 那为什么会说 要在使用这个套件的时候 特别要在教这个pipe的方式呢 我在这边的话有 就是 就是做一个demo 如果你不用 那个pipe的方式的话 你可能 想要一行 就其实我们刚刚这个程式 其实是一行 就是它 它其实是一行 就是它 你知道 就是它其实是一行 你如果想要用一行的话 你要这样子写 好 就你得把 呃 addmarker时 因为这个是你最后 最后执行的一个函数嘛 你得把它放在最外面 好 然后你要包你的 addtiles啊 然后你要把你的leaflet 画布放在最里面 放在这里面 有没有 然后你在addmarker时这边 你再给它参数 这样子 所以你看 你这个input 你这个input就很复杂了 现在还没有很复杂 现在就是 两道 就是两道 你有没有 你这边有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的output 要成为addtiles这个function的input 然后 addtiles的input 要成为 这个addtiles的output 要成为 addmarker时的input 最后最后我们要的result是addmarker时的嘛 所以你会 如果你习惯用这个话 你写法就是要导过来 导过来的意思就是你要 倒转它的这个做法 那这一般来说对我们可能比较没有 想法上面比较不直观 比较不直观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用顺向的方式过去 就是先做画布 画布做出来之后把这个当作input 丢到addtiles这个function里面 然后再把addtiles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再丢到addmarkers里面 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如果你不用pipe run 然后也不想要一行把它写出来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写 阳春 有没有 我要一直重复的使用这个 hello map的这个output 你看它是leaflat指定给他嘛 然后我要再把hello map 有没有 我要再把hello map丢给addtiles 然后再指定给hello map 这边我是因为一直用同一个名称 所以你可能没有感受到它的麻烦程度是什么 假设你有点偏执好了 假设你有点偏执的话 你对产出的物件跟它的input 你没有办法接受它是同一个名称的话 你光是画这样一个图 你就要指定几个物件 你就要指定一个hello map 两个hello map 三个hello map 就你的working environment 就多了三个物件 就是hello map123 然后最后你要画这个图 只是hello map3而已 然后它的input就是hello map2 然后hello map2的input是hello map1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偏执的话 你就会遭遇到这样子的麻烦 那even你不是这样子的偏执呢 你在这个程式的写法上也写了这么多的行数这样子 这不是一行可以到位 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就是 来学习一下这个pipe的这个用法 那基本上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都是用pipe在画地图的 都在用pipe画地图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太get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像我刚刚demo一样 你就用一些简单的的函数去练习 怎么做用pipe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我们还可以用啊 比如说我可以cars丢到什么 丢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structure里面嘛 对不对 你就把它丢到structure里面 后面不要加这个 就丢到structure里面 这样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 那或者是什么 我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多一个pipe的方式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x的变量 好了 然后 它叫做 比如说它是1到5 好了 好不好 有一个x的变量 它是1到5 那你把x叫出来 那你可能想要做什么事情 可能想要算它的平均数 假设 假设r里面没有 我想一下 是这样子行 这例子我没有先想 比如说 你想要知道它加起来是多少 你就可以 我们有个sum的这个函数 然后你就 想一下这个东西加一波 我是想一下有怎么样可以demo到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又是可以用到两个以上的pipe 加起来 这样会不会很无聊 就是假如你有这样子的需求啦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x的class 它其实是一个 Vector吗 不是 应该是 好这个例子不好 anyway 我记得我在 intro-dash的时候没有讲这个例子是不是 对好像没有 我那个时候把它拿掉了 anyway 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知道 用这样子的方式在pipe你的input 这样子 我没关系我们后面会练习很多这个部分 原则上你就是掌握它的这一个方向性 就是它从input 第一个input开始写起 写到最后一个 丢到最后一个你要呈现出来的这个方向里面 好那在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来我们的课堂上 那其实在 在基本地图里面 就是我们刚没有做这个设定嘛 我们刚刚直接 直接跳 叫做add markers 直接让大家来到台湾大学这个标点上面 那基本上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设定叫做 set view set view 原理是说我要设定我这张地图要呈现的中心在哪里 然后以及它的room的这个比例 然后room这个数字呢越大 它缩放的就越 离这个中心就越近 你如果这个数字越小 它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离地球 你离地球越远 我们这边可以玩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玩一下 你run完这个base map 这基本上跟刚刚的结构一样嘛 有没有我们先用一个画布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画布丢到set view里面 再把set view丢出来的结果 再丢到add tiles里面 那基本上你会有一个base map 然后你再把它呼叫出来 你再把base map呼叫出来 那有没有这个就是 你看我把room是14 然后我的中心是这个台湾大学的坐标 就会有这样子的呈现出来 那你可以自己玩一下那个room 你把它调大 调大很多 或者调大很小 但我记得大也不能大多 我记得好像到17还是18 就不顶了 不能调到看 然后小的话好像可以调到1吧 调到1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会到很很高空的地方 就好像你在太空看看这个地球这样子 对 就有点像我们一开始 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画布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 add tiles的那个搜放比例 好你可以调一下 然后再把base map叫出来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room的这个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子 所以原则上是越小它就越远 那越大然后就越近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这个add tiles 它是使用这个open stream map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有跟大家解释说它右下角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这个图层是用open stream map的resource 那你如果把这个add tiles的这个function 改成add provider tiles这一个 这个function的话 你可以使用其他提供图层的这种provider 你如果想要直接点连结的话 你就来我们这个eHub上面的连结 你可以点这个 点这一个 使用其他的leaflet provider plugin 你按一下control之后可以把这个网站打开 你把这个网站打开之后呢 你会在右边这边看到非常多的图层 然后它有一些preview在这边让你看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啊 我们会有一种什么 一直还看不到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每一种都是它的 前面是它的provider名称 然后后面是它的图层的名称 后面是它图层的名称这样 比如说你看光是我们这个 这不是open stream map 这是open map surfer 它很被骗 对 你看它好多个provider 然后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这个 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这个statement provider提供的这个toner light 这个清 清碳粉画出来的这个地图 是叫清碳粉 对就是比较淡的这个碳粉画出来的这个地图 那你要注意它有一些这个 custom的这种provider这种tile 它可能不是你直接呼叫就可以的 你要去它那个专案注册 注册之后它会给你一个token 然后你会要再加到这个add provider tiles的这个function里面 所以原则上 那大家反正不是专业的 你不要花钱 或者是你不需要额外去注册那些东西 你就是这边能用的 你呼叫出来看得到的 你只要就用就好了 那或者是说你像我一样懒懒的 我就都用预设 对对对 都用预设这样子 不过有的时候就是看你的需求 看你的需求 然后这边有说就是 你有一些专案要呼叫才能 要注册才能呼叫 不然是不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叫做 我们用statement statement这个provider提供的这个 statementtoner line 有没有 刚刚这边就有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preview 它画出来的地图 大概要是长这个样子的 大概要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tile 好 那我们随便下了一个 zoom等于10 就是拉 拉远一点 不要看得那么近 这样子 好 那你把这段程式就框起来 你看你在 add the tiles 不下了之后 你就改成 add provider tiles 就是这个function 好 然后里面的 这个input 你要给它什么 你要给它 告诉它说 我要用 哪一个provider呢 的哪一张地图 原则上这个name 你就直接copy这里 你就直接把这边的copy 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你run一下 看 这个有没有比较漂亮 没有 对 你看 就是因为我们拉 我们的中心点 其实还是放在 台湾大学那个 坐标上面 其实我们把那个zoom 调在远了一点 所以你看 就我们看到大 大台北地区 哎呦 宜兰跟桃园都看到了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再另外多加一个 我们刚 还有看到一个叫什么 thunder forest 看一下这个provider thunder forest 你看 thunder forest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这个tile 叫做这个什么 叫做open cycle map 对这个有一点兴趣 你把它叫出来玩一玩 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一样把它 归到一个provider map 所以我们会把前面那个toner light 那个就盖掉 那这个东西你记得你要连网路 你如果在家里就是没有连网路的话 这个东西是显示不出来的 因为它都是及时去 那个网路上面去读这个图层的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不太一样嘛 对不对 它有把这个环导的这个脚踏车道 帮你表示出来了 所以 大家就是 如果有长假 或者是工作转换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图 就是copy 下来 然后你就 上路了 这个地方就在我们那个 学校前面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好像 是不是台九 台九线 对嘛 它是走 对啊 好像是走台九嘛 对啊 就是你看你就 离我们这边真的很近了 你就出去就可以 开始环导了 对啊 你就沿着这个啊 南京公路这样骑 就可以出发了 所以你就 或者是你就带着你 你的手机 然后你把这个图 画 存好 然后你就 可以 踏上旅程 这样子 好 通常我都还会再 哈拉一下 但我就 就另外一条脚踏车道 就是它不是环导车道 环导车道它看起来就是红色的 那 这看起来是另外一条 就是有 被这个 哦这个是紫色就是那个啊 河滨自行车道 有没有 就是 河滨自行车道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 应该是说 Thunder 呃 应该是Thunder Forest的这个组织 它 呃 来辨识说 每一个地区的脚踏车道 所以四岁是它认定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应该不会是说我们这边在提神情 或什么的 它应该是 因为它是全世界的 Tile 就 这个地图的资讯 都有在做 所以应该是它 会去 identify 说 呃 这个地区 有哪一些自行车道 这样子 对那它 identify 是这两条 看起来 我不知道 我其他地方没有看 哦 有啦 它这边也有 identify 到 哦 咦 观山这边有没有 啊 没有 观山没有被 identify 出来 还是它就包在 应该没有包 对 观山不是也有自行车道吗 你看它就 没有被 identify 出来 光山就在这里 诶 诶 诶 这里有一小段 就 我怎么看得到 对啊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对啊 这也是在rease 好了 不闹了 好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教一个方法 就是 帮大家把 不同的provider tiles 把它叠在一起的方法 就我们刚刚有一个toner light 跟一个 就是这个脚踏车道的嘛 那我们 可以把它叠在一起 就是你下两次 add provider tiles 下两次 但是 你这两个啊 如果你直接下的话 它后面的那个 会把前面的那个 盖掉 照这个顺序来说的话 你如果没有下options的话 它 最后呈现出来的是 脚踏车道的这个map 但如果你下面下一个这个option 让它说我有个透明度 opacity 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 我等于0.3 算蛮淡的 蛮淡的 然后我们把它指定给一个combine map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图叠在一起 大概长什么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 它 把那个 脚踏车 隐隐约约看得到 脚踏车道嘛 但是因为我们让它射到0.3了 所以它很淡 然后主体是这个toner light toner light 可以看到 脚踏车道在上面 可以 所以你是可以把tile叠到tile上面的 所以你 相对来说你可以把第一个provider tile 换成add tiles 那就是你把正常预设的那个tile上面再叠一个就是客制的这个嘛 对 那这个add markers这个function我们刚刚其实在第一个hello map的时候已经上过了 它就是帮你增加这个地点的标记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markerntu一个范例 这个跟hello map也是一样的 broad 那 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下说这个markers的应用 markers的应用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偷偷的先做了一个就是那个台北市那个7-11的这个它每一个店的那个坐标的那个map 不是map csv 这个文化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它在data这个folder里面它叫做7-11 store in Taipei 你可以用一个这个 它叫 不对 它叫stores7-11 in Taipei 你用一个文字编辑器打开它 你大概看得到它有几个栏位 有它的这个精度有它的纬度 然后有它的papas应该要papas是什么资讯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乱 反正它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会有一个精度一个纬度这样子 然后我会有它的电名上红跟它的电话这样 那因为你知道 Riflet是源自于JavaScript的东西 所以你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去稍微克制一下它的显示的话 你还是要在里面稍微用一点点HTML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这边是告诉它说我一行是电名 一行是电话 没关系 出来之后 画出来大家就知道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就是 把这个csv读进来 把这个csv读进来 我这边用read.table 没关系你用read.csv是可以一样可以的 只是read.table它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方式 我sep可以任意的指定 就是有的它是tsv嘛 它是用tab在分栏的 那我在这边sep可以另外自己下 这样子 那我先把这个资料把它读进来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它的这个 这个写法 这个leaf late 我们原本是不是都让它就是流空 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有一个data了 我们有个data要让它吃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告诉它说 我们要吃哪一个data 所以我们在这里把stores放进来了 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个stores 我把这个点开来 stores 你不要用csv看的话 你就把它读进来之后用这个看 这边是告诉它说什么 我要 这边的话你其实要 要 不厌烦了 不厌其烦的 就是我们从第一堂课一直到今天 明天也会一直不厌其烦教大家说 你要善用这一些 我按到什么 吓死了 你要不断的善用这些query 查询的资讯告诉你说 告诉你说 你看add markers告诉你 你可以下哪一些的参数进去 你可以下哪一些的参数进去 所以我们这边是跟他说 我们要吃什么 我们要吃data 不是store 因为像我们的data叫做store 对不对 我们要叫他吃store里面的这一个 LNG跟LAT 要吃LNG跟LAP LAT 然后papad要等于什么 papad要告诉他说我要抓这个 papad使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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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援 但是RStudio后来升级了之后 就可以显示中文 所以我就把这个放进来了 不然在更之前的demo的时候 我只能把就是电号跟电话号码显示出来 就是弱弱的这样子 那我这边甚至是要分三行显示 我要把那个 电地址电话跟店名都要显示出来这样 可以这样 那你就把这一段框起来 对 就是所有台北市的7-11有这么多这样 那你就可以zoom in看 zoom in看就要很恶心了 对 然后你就看到就 我们刚刚在那个data frame里面下的手脚 在这里就出来了 所以你会在这边看到他papad出来的讯息是分三 三行呈现的 因为你有用p那个标签 那个p 然后反斜线p的那个标签就是告诉 HTML说我这个是一行 然后下一个要跟他分段 这样子他会一行一行 所以你看我们把电名电话还有他的地址 把它就是那个就是都在papad里面就显示出来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好玩了 因为如果你们的公司或你们研究机后 它是有在地图上面是有经纬度资讯的 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资料结构去玩它了 那我们后面还会再教大家一点好玩的东西 那我们在add markers里面还可以再加两个参数 叫做icon icon size不要管它 它是你就trial and error 看一下你那个size要调到多少就好了 那个东西比较minor 主要是加这个icon icon 然后icon的话就是它 这个东西你就先记吧 就是它规定要吃list格式的这种input 所以如果你有上过那个r1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有一些资料格式 要用list吃 但这边东西你就先照着用 你就改里面的这个url 它这个icon url 其实就是pass的意思 就是路径的意思 不一定是 url一般是指网址 它可能假定你这个图片是在网址上面的 但是其实不然 你在我们的local file里面 你打开image这个folder 其实是有一个logo 叫做711 logo.gif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放在本机的 所以这边是icon url是告诉它 我们这边就是为了怕出错 我们就给它那个绝对路径 我们给它绝对路径 就一定不会出错 我们这边就是等于是说 我们想要做什么 我们想要把这种standard的这种marker 换成自己想要的marker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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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run这段有成功吗 咦? 为什么我不成功 好 没关系 大家有成功就好 那你就 一样 它只是换了那个icon的那个图片 喔 这个东西就是 让你们呈现的时候 就是在有一点 就是 在有一点好玩的地方 這樣子 奇怪為什麼 然後這個我回去要 fix 一下 誒 剛框到不蓋框的東西啦 sorry 就是 就是你在框那個程式碼的時候有時候要小心 我剛應該是框到 不知道多框 我猜我多框到那個 cold chunk 的那個符號 所以他認不得 就噴錯了 就是 在講台上面噴錯的通常都很緊張 就是怎麼會這樣這樣 好閒 然後你就看就會變成這樣 啊至善天下 隨便一點就點到 就是 至善天下就是大家去騎那個 那個 風貴嘴的自行車道的時候就會在這邊買 那個 補給嘛 因為後面就沒有了 對不對 你看後面就沒有了 沒有7-11 對 所以就是你如果週末 週末去 騎車的話 騎風貴嘴的話 你就 建議你在至善天下這間 7-11 旁邊也有一個全家 你就在這邊補給一下 然後帶個水再去騎 不然你 就是 如果你只帶悠遊卡的話 後面就沒有東西讓你買 好 那像在這個圖裡面 我們還可以在 add markers裡面 再加一個參數 add markers裡面的參數好多 有一個叫做cluster options的這個參數 你就 反正你run了就知道它是什麼了 你run一下看它是什麼 它就是讓你在zooming跟zoomout的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臨近的這個markers group起來 group起來 你看 就是 越往下面它會幫你拆開 它會幫你拆開 然後 這樣子 有這樣子視覺的效果 這樣子 對 就是 它幫你把 這種眾多的資料幫你把它cluster起來 形成聚落 形成聚落 就是 比較炫了 其實也 也還好嘛 就是 通常你有太多點的時候 就可以建議用這個方法 建議用這個方法 好 那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除了加 markers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圖形 地圖上面加一些我們想要加的形狀 比如說我們這邊就是用 加個圓形之類的 這個 這個 來demo 這個其實就 我覺得還好 這個地方就大家就run過去就好 這主要是把五都的那個 人口數用一個圓形的方式去去顯示 然後 可以用它的半徑去看它的那個 看它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判斷它的人口數 然後這個沒什麼 好 這邊是告訴他說 喔 你也可以畫 就是 長方形這樣 但你要就 用 add rectangles 剛剛這個是 add circles 就是都是很直觀的 function 你就用這樣子的東西 你要指定 對角線 就是你要指定 兩個點 讓它來畫 這樣 隨便畫了 台灣大學時候 附近隨便框了一下 就是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課程 我們大概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明天就繼續從這邊往後講 明天繼續從這邊往後講 那按照慣例 就是 還是這邊要幫大家點一下名 那點完名 就是如果你沒有事的話 就可以離開了 那如果你 然後那個 要收據的同學 麻煩你就再留下來 然後我稍微租記一下 特別跟西班的那個助理說明 王立廷 王立廷沒有來 好 廖元佳 好 張漢威 林素如 陳鴻任 陳巧瑜 徐玉琳 侯陳美 好 鄭芽 好 好 好 陳家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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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燕玲 点到名了 如果没有要特别叮咛收剧的事情就可以走了 吴孟全 翁一伦 彭晓晴 林玉山 王惠慈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王惠惠 郭雨珍 彭玉庭 彭焕启 朱焕真 林思雨 周国珍 刘明哲 有没有人没有点到的 好 那请特别要领收剧的同学来我这边跟我讲一下